空调上贴的不干胶,如何清除呢?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 只要轻轻一喷,一刷就掉 这个地方是胶 胶它是除不掉的 用什么除呢? 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薄油清洁剂 这个也是在车上用的 因为车在路上跑着,如果有沥青 碰到车上以后会出现一些黑点子 必须用它一喷才能去除掉啊 因为它那个是属于油性的东西 喝水也是不互溶的 现在用它先喷一下这个胶 喷完以后还是让它溶解一下 等一会咱们再用刷子一刷 应该这个胶就掉了 这个除胶是特别好用的 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掉了这个胶啊 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啊 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掉了 那指甲轻轻一刷就掉了 除胶效果特别明显啊 钻门去除两面胶 不干胶 这是在那抹补擦一下 现在空调的胶已经完全清除完毕 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干净 清除完以后和新的一样特别白 还有的网友说 这个空调这个白叶现在变黄了 空调是白的 那么这个白叶怎么让它变白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白叶拿下来 那白色的滋泡器轻轻一喷就好了 它玩以后就和空调的外壳一样白了 而且还特别简单 用除黄剂效果并不理想的 用不多长时间就又会变黄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